E-DOS LEGOWER 歡迎回到E-DOS LEGOWER 今天我們來看這台Vendor 外型是吹土車或殘土車 雖然是神龍特攻隊系列裡面 唯一的一輛工具車系列 其他的一般都是跑車啊 或者是一些箱形車啊 大卡車之類的 唯一的一輛工具車是這台Vendor 這一台呢 它的原版的外殼的部分其實沒有這麼大 這邊因為熱高靈陣的部分 就變成外殼的部分變得比較大 原版的話其實外殼跟內部主體的大小是接近的 好 那麼話不多說 我們就準備來看今天的變形操作吧 好的 我們先來看這一台Vendor的變形操作第四次 這台 結構很脆弱 很容易解體 那要拍到幾次才能夠順利完成 好 那首先第一步我們就把 這一台的前面這個 算是一個殘土的倒置 跟它的後半部的車身 車棚這個部分做分離的動作 那我們先要把這個鏟子往上稍微抬起 再把整個後車分離 這一步完成以後呢 我們要把它的殘斗的部分做一些調整 底部這個區塊要往上扳 那上面呢 有兩個板子 拉起來變成它尾翼 尾翼的部分 好 這樣後半部算是成型了 那再來呢 我們要把這個主要的機身做位置調整 首先要左右兩側 這個板塊要稍微拉動一下 免得會卡住變形 這是最容易解體的部位 好 接下來呢 把這個主要的機身往下降 那這裡有一個 一格 剛好卡住 稍微把它縮一下 好 有點類似卡扣 這樣就可以稍微固定了 那接下來呢 就是要把它的 兩個機翼轉到定位 兩個機翼是很容易解體的地方 希望這能夠順利 好 左側順利完成了 那我們看右側 啊 右側差一點要解體了 OK 右側也完成 好 那最後呢 我們把他後面這塊 機關降下來 變成他的 一個椅 座椅 要先調整他的位置 這樣降下來以後呢 就可以成為他的 複製的 電子人的座椅 然後這裡 透明一點放上去 好 那這樣子 後面的 戰鬥飛行器的部分就完成了 比原版來講 有點大的一切 原版是沒有那麼大的 那這個戰鬥飛行器 這邊也有他的左右機翼 各有一顆 發射物件 好 這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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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擋好衛生器 來測試一下 好 發射的部件 像這個樣子 還好 在這邊 還好 沒有彈得很遠 好 那接下來我們看主體的變形 主體部位呢 變形比較簡單一點 比較小心 先把前面這個 好像車燈的部位 往下壓 然後車頭 還有 還有 頂棚這個透明部件 把它 拉開來 整個車身繼續往下壓 那底下這個 操作板手要稍微 再壓進去點 不然會妨礙到整個車身面積 那這個時候要稍微用力一點點 不然整個車身沒有辦法順利 好 壓到底 OK 那這樣子它前面自然就露出了 兩具小槍管 那整個 主車身的變形 感覺上也是一台 像是 突擊戰車之類的 那主車身呢 也是有一個發射部件 在它原本的頂棚這個裡面 那也是用之前的冰淇淋車的那個零件 來做的 好 那我們看一下 發射操作的部分 有一點卡住 好 看一下 之前都有順利操作的 OK 哇 只有一順利操作就彈到 蠻遠的地方去 等一下把它找回來 那麼今天這一台 VENDO的整個變形操作 算是出了不少小狀況 但是總算這一次拍攝沒有嚴重的解體 那我們今天的變形操作就到這裡 你告一段了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